台中市公武亭28号换成乙区停水 不过7号晚间水就被临近的工厂抢光 清水有一间加油站是配合政策 停水日暂停洗车 决定把水提供给免费民众使用 还有人质疑在彰化领书社团中的内文表示 现在有上千口的涌泉井 疏于管理或者是偷偷私设 每天收水没有节制非常的浪费 但对此县府则回应 早年设立的水井都有使用前要登记 农民也说永泉水都是抽取临近的猫螺溪 或者是乌溪水源 不用担心会地层下陷 彰化县正值一起倒坐 但水情严峻被彰化进入工武修二县水 但没水怎么灌干农田 开关一开流出哗啦啦的水 就有民众质疑 这些水是从永泉井里抽出来的 每天24小时不停地流相当浪费 而且井水越抽越多 恐怕还会造成严重的地层下陷 农民喊冤现在根本已经没抽井水 而是抽取临近的猫螺溪或乌溪水 不用担心地层下陷问题 另外针对县内2200多口井 是否疏于管理或有偷偷私设 县府水资处表示 这些早年设立的水井 以民国99年8月4号为戒 如果有使用都得提出登记 至于浪费水目前没接货 相关投诉 如果有着井的需求 必须提出申请 那我们可以依水立法的规定 按日连续来处罚1到5万的划缓 镜头转到台中 供5停2限水措施 8号凌晨开始 以国道1号以西的第二区 开始停水或减压供水 但7号晚间传出停水 时间都还没到 就被工厂早一步出水备用 水被抢光 让居民抱怨连连 清水一间加油站也选在 这时候站出来伸出援手 节用水让民众有更多的水资源 可以利用 加油站在停水日 暂停洗车 将省下来的地下水 免费提供给民众取用 化解燃眉之急 以让居民大赞 好福心 今天台中彰化 纵合不道 现在会利用 给民众取用 监港 好了 子